新北市中和区一年一度的羽球盛世 谁与针锋邀请赛在绣山国角举行 今年已经迈入第二届 地方上有16支队伍 身为中和体育会羽球委员会主委的市议员邱峰瑶 从去年开始就规划竞赛邀请大家参加 从此成为彼此观摩球技的最佳机会 看一看对方的球路 也将平时练习的成果展现 羽球会友 希望借由这样体育的一个交流 跟大家我们所有的运动好手 大家能够彼此球系的切磋 各自球队这边 那大家各自好手这边 可能大家一起来互相的切磋跟练习之下 能够蹦出有余的火花 谁与针锋的中和区的羽球邀请赛 是我们秋风瑶议员发起的 他是为了我们这些羽球爱好者 能够有一个竞赛的交朋友的好机会 所以也要大家健康快乐 所以我们就已经举办了第二届 所以大家都很高兴 今年的比赛由中和区公所主办 区长赖俊达就表示 中和今年参加台湾健康城市卓越奖已经入围 区公所推动人人运动全民运动 羽球就是其中一项 适合各年龄层也不受场地的限制 只要两个人就可以运动举办比赛希望能够扩大推广 另外包含区长以及立委林德福和新北市议员邱风瑶等贵宾 也都到场共襄盛举纷纷下场适事身手 羽球会有然后大家来运动来健身 羽球是个非常具有张力的一个运动 同时也比较不受场地的限制 两个人就可以这样的运动 特别是手腕的力量 还有可以通过跑步然后这样的一个运动 非常安全而且非常达到运动的效果 因为我认为说打羽球对身心健康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你要这个眼明手快 而且判断力要精准 那这个打一点时间以后就会满身四汗 那其实流汗以后对身心健康真的是非常的有帮助 主办单位还准备了多项奖品 竞赛中进行摩采 为活动增添趣味性 也希望借此吸引更多单位参加 将这场竞技由中和区拓展到新北市 喜爱羽球运动不妨加入 为身心健康而努力 记者刘安静 卢秀娟 新北昌报道